实际上的doctor talk的发想其实是张医师跟我 最早我们的doctor talk第一集就是张医师来上 那他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想法 然后希望能够把这些保健的知识能够怎么普及下去 所以张医师是我们的这个number one 而且也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一个医师 好那我们现在好像已经有一些问题 要请教张医师了耶 OK 张医师您看得到吗 哦chat是不是看chat是不是 对可以看得到吗 然后等下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开放这个开麦 张医师愿意开麦来这个跟大家这个交流 回答一些问题 我们看到冯章他问说 平时做一点负重运动就会预防肌少症吗 对那不是做一点负重运动其实对骨骼比较好 可是你要做肌少症的话 预防肌少症的话要做一些肌肉的运动 负重就像走路了什么的 增强骨骼 可是等下做负重运动的话 也会增强骨骼 也会增强肌肉 所以负重并不一定代表断烟肌肉 所以大家分开 可是重量训练的话会 会就是说举重那些会增强肌肉 而且增强骨骼 然后握力跟步行的速度正常是多少 握力我忘记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可是步行都好像是 每分钟可以走4公里的速度 我记得是这样子 那只要低于那个的话就 死亡啊 那身体衰弱的 其实就增加了很多 这样子 那其实大家也知道 一般的步行的速度是怎么样 那年纪很大的长长走路很慢 当然很多因素 我们刚才讲过了 可是假如是走路很慢的话 真的就是身体 表示身体的 整体就是没有那么好 这样子 那下一个问题 想了解一下 那手的握力主要原因 是因为关节也算极少症吗 那当然不是 可是 当然假如你手有关节 有退化性关节 还是缝射性关节 当然手 比较没有力 可是我们说一般的话 假如排除了关节门之外 手还是没力的话 那就刚才讲过了 其实很多器官的表现 整体的表现 是这样的 那你假如手骨折过来 就有很多问题 那就不算 所以我们用步行 可以用步行的速度来算 那当然有人说握力跟步行都不行的话 怎么办 那要看其他的 其他的原因 还有其他的 甚至其他的方面的功能 可是握力跟步行是最最普遍的 而且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观察得到的 所以我们才用这两个 再用了这两个这个指数来来来评估这样 ok 然后如果肌少症会影响骨密度造成疏松吗 这其实是有关联 假如你肌肉很多的话 你肌肉多的话一定要骨头去撑嘛 对不对 要这样子 那骨头自然也要强壮 才能撑这些肌肉 那骨质疏松的话 当然很多时候也是因为 肌少症慢慢引起的 所以这两个是互相关联的 所以肌少症也会造成当然骨密度 因为你其他你没有在做运动 什么自然骨密度就会比较少 骨质疏松 然后下一个问题 每天一颗蛋能吸收吗 如果不能喝牛奶 哪一个是最好的蛋白质 每天一个蛋是最好的 你不要怕胆固醇什么的 营养一般年长者的话 其实很多都营养不了 那当然不是说那么明显这样 可是大部分年纪大人 营养比较不好 所以你只要能吃蛋的话 当然最好吸收的话 看每个人的自己身体状况 可是你还是要试着吃 这样的还是能吸收 那假如我刚才说过 只要不能吸收的话 可以吃那些BCAA Brain Chain Amino Acid 那就比较容易吸收 对不对 然后不能喝牛奶 其实我们华人很多这种问题 不能喝牛奶 那没关系 可是我发现我有些病人 他竟然不能吸收 他把牛奶当成一种通便的剂 因为他不能吸收会拉肚子 可是有些我的病人就是用这个原理来 帮助他清肠 每天可以上厕所 这样子 所以也不是不好 那什么蛋白质最好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 我看有些网站说是这样子 是豆腐 然后鱼 所以豆鱼 蛋肉 反正照这个 所以豆腐是蛋白质是最比较少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鱼 然后蛋蛋白质 鸡蛋的话蛋白质非常多 然后最好的当然是肉 这样子 所以我去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豆鱼蛋肉 这样来翻译 大家记得到顺序是豆鱼蛋肉 对 那因为我们那边的话肉是最高的 那那豆是最最少的蛋白质 然后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咖啡和汤 不能算水的一部分 汤当然可以算咖啡也是 可是 大家知道喝咖啡的话 有点像利尿的功能 所以你喝咖啡会 反而水分会排斥多一点 所以要小心 可是咖啡还有另外一个 也不知道是好出来的坏 有些人喝咖啡 就像喝牛奶一样 他也帮忙清肠 就是可以大便比较通顺 所以我病人常常在这样 因为年纪大的人很多都有便秘的习惯 所以大家有各种不同的办法 来想办法可以每天上厕所 这样子 很重要 对对 然后65岁的妇女早上未下床 就会抽筋 是否也缺钙呢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 有这个概念 可能以前吧 说抽筋就是缺钙 可是每次我们碰到 抽筋的病人 有症状的病人 都是钙都很好 然后甲都很好 所以抽筋其实很多原因 可是有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天气冷 尤其刚去床的时候下床 天气冷的话有时候会刺激那个神经 然后就会抽筋 然后有些人的话 他是运动过度 前一天往运动过度 然后才抽筋的 然后有一个我常常跟病人推荐一个很好的 那个美国的草药 一个偏方 叫做 Highland leg cramp 以后我跟大家讲一下 HYLAND leg cramp 他是用奎宁做的 奎宁 不知道为什么就对这个 预防抽筋很有效 所以以前还没有这个草药的时候 已经有奎宁 他有做 药油做奎宁 后来被FDA收回去了 说太危险不好 然后人家发现 美国人发现Club Soda 像苏打水 可是苦苦的那种 Club Soda里面有奎宁 微量的奎宁 所以很多病人 以前没有奎宁药 然后就喝那个Club Soda 用那个奎宁来预防抽筋 然后后来有这个美国的厂商 就用草药 用那个自然的 那个植物里面有奎宁来做成这个 那不是药 是可以买的 非厨房的那个叫Supplement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预防抽筋 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跟病人推荐 效果不错 而且没有副作用 然后另外一个 有一个哈佛研究出来的一种 很奇怪 一种像果汁 可是是辣的 他们哈佛研究说 这个辣 你喝这个辣的果汁 喝到那个辣的味道 碰到嘴巴的舌头以后 就会就会停止抽筋 他们用来是给运动员服用 因为运动太激烈的话会抽筋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营养的补充品 然后下一个问题 每天推荐的 每天适当的 那个维生素D3 跟钙片是多少 那D3的话 我知道那个 RDA就是美国推荐的标准是800 国际单位 可是我们一般研究的话 是至少要吃2000 2000单位 因为当然我知道其他饮食有摄取什么的 可是你假如每天吃2000单位的 维生素D3的话 应该就很好 因为我们常常每年帮病人抽血 那假如吃800的话 一定不够的 吃2000才够 有哈佛的研究发现 叫人家每天吃1万单位 有几年长的 我觉得那太高了 那一般的话 我们的经验是这2000单位 绝对不会超料 抽血出来 可是有些病人买 那个市面上卖5000单位的 维生素D3的话 也不会超标 可是就会到 那个维生素D的level会到 890 那100就超标 那维生素D3的范围 就是30到100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单位 非常非常安全 而且足够 低于那个的话 通常就比较不够 然后我知道有些人说 有些病人会说 钙片里面有维生素D 可是那不够 还是要加2000单位 大家要记得2000单位 非常安全 那钙片的话 一般是吃500毫克 然后吃两片 就是一天吃两片 然后有些人吃三片 那美国的钙片 其实很不好 就是好大一个难吞 我自己每天吃一片钙片 因为我没有 我没办法吃牛奶什么的 我每天都吞得有点蛮辛苦的 要是喝水喝不够 也是会卡在口供那边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钙片 其实对年长者来讲 不是很安全 而且有些病人还说 他吃那个钙片 现在第二天大片出来 整颗钙片根本没消化 就排出来这样子 所以不是很理想 那后来我们找 把刷碎可能可以 或者把它 你把它 我们试过有些病人把它割 切一半的话 那切一半那个 那个角边的地方更利 会刮到红龙 那个不行的 有些人把它切碎 把它打碎这样 然后吃下去 当然也可以 可是很麻烦 那东西很硬 最后来我们找 那个有一个日本的品牌 叫Mekin 它的钙片就是 就是小小一粒像球一样 然后它有一个汤匙 一个塑胶的池 然后有十个位置 然后你一勺 那个挖起来的话 就是十个那个球在上面 刚好一天的分量 然后那个球口 那个不是叫美国的钙片 那个比较容易 有水融 比较水融的镜子 所以你还丢到 要煮饭煎锅里面 它就融在饭里面 就是煮饭的时候 一起丢进去 还是汤里面直接丢进 它就融掉这样子 我觉得有些没办法吃美国钙片的话 就可以吃那种 日本做的那个钙片 这是我们平常在给病人建议的 然后下一个问题 一天多少BCAA 就是那个branch chain amino acid 我一般跟病人建议说 刚开始先试的时候 那是那个capsule 就是胶囊 我一天先吃一粒看看 就没什么副作用都还好 加到两粒 然后两粒的话也很好的话 看你需求可以 最多我们病人可以 一天吃到六个胶囊 那还是很安全 那请问一下张医师 有没有建议说 这个BCAA应该在什么时候吃 饭前饭后 还是早上晚上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那有些人说 只要肚子不舒服的话 通常就是饭后吃 跟食物一起吃比较好 可是像我自己的话 在运动后以后 我就会吃两粒 因为补充那个 我们刚才讲过运动就是 肌肉运动的话 肌肉就会 微受伤嘛 因为它微受伤 它需要补充 它需要修补的时候 你要这时候加入这个BCAA的话 就会让肌肉的修补比较好 那也比较快 就很多运动员都是这样 他运动完以后 吃几粒这样 当然肌肉的修补 还要恢复 一般是这样子的 那张医师 我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BCAA 其实是要你运动之后 才要吃 光吃BCAA 其实对肌少症是 不是这个 不行 你要配着运动 你要 没有配运动的话 那就浪费掉了 就算那个氨基酸到处变成 也会变成合成蛋白质 然后也会变成 有时候会变成脂肪 然后热量过剩的话 就跟吃东西一样 就是说运动完 你吃这东西会增强肌肉的 增加肌肉的修补 的速度 然后也会 假如你真的做很多运动的话 肌肉会慢慢长大 也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这个是重点 运动一定要做 不要光吃这些 supplement 其实 supplement没有用 只光吃 只会长肌肉的 只会长肥肉 不长肥肉 好 下一个问题是 游泳 游泳对极少生 当然了游泳是全身的运动 而且对关节有毛病的人 关节疼痛的是最好的 因为在游泳池里面 重量体重减轻 然后关节不会受到负担 这是很好的运动 可是要小心 年长者不能自己去游泳 有时候抽筋的话 自己一个人的话 没有人办法帮你帮忙 还是救救 常常有时候会发现 有些病人自己喜欢跑去游泳池 游泳自己一个人 不行的 千万要要要找 要找一个伴在旁边 对 然后下一个问题 我肌肉伤了后 结了疤就废了吗 不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你的问题说 你肌肉脚真的受伤 就是大片肌肉受伤以后 我结了疤就废了吗 还是我刚才讲过 其实我们运动做重训的原理 就是让肌肉微小的 微小的受伤 然后慢慢修补 他结了疤以后是更强壮 不是废了 那当然假如肌肉大块的肌肉 受伤 结了疤 很大的疤 那当然那个肌肉大概就会丧失一些功能 可是我们跟我们刚才讲的原理 但肌肉增大原理不一样 所以我想讲清楚 然后 茶是细菌 当然茶也是水分 可是茶跟咖啡一样有咖啡因会让你 会让你比较 咖啡因尿一点 所以有时候 也要注意一下 不过喝茶是好事 它有很多 抗自由基的 antiracidant 还有一些很好的 化学 对我们人类有很好的化学元素 所以喝茶是不错的 张大师我打断一下 我发现这个华人的朋友很多都是很喜欢喝茶 有一些我们来久了可能喜欢喝咖啡 那很多人都是觉得说我每天喝很多茶 为什么还说我的水分还需要在家 这一点我想可能需要您跟大家解释清楚 茶跟水就是真的是water water 是不是还是不一样的 茶不是 茶跟水 因为茶里面有很多水分 可是茶里面有些化学成分的味道 一定要 所以要喝太多茶 有时候小便太多 反而会脱水 有时候会这样 这样的 可是一般的话 茶的话不要泡那么濃就好了 只要有味道 因为很多人我知道不需要喝水 因为水没有味道 很难喝 而且我们年长者不会觉得口渴 口渴的感觉会慢慢退化 那很多年长者脱水就是因为他觉得不渴 他就不喝水 那假如有这个喝茶的习惯当然是很好 因为你就不知不觉你就会有去摄取的水分 所以我们不要 我们不想跟大家说不要喝什么的 能喝任何水分都是好的 这是我们一般的共识 这是什么 然后 下一关就请问 告知美国草药给出 比方抽金的 等一下我们跟大家分享好了 好不好 我给大家 我给email了 给Amanda 然后大家再 share这样 好不好 请问哪一种盖片 名字盖片比较好 等一下也是share 我刚才讲美国盖片 一般的名字盖片是我们都在Costco 那种很大的盖片 名字盖片都是很大 没有看过很小的 可我有看过一个gummy的 那种叫gummy 像糖果软糖那种 跟那种不好 那咬下去根本很硬 不是很硬 就是很黏 你要是牙齿有问题的话 还是有denture的话 我想一定有问题的 而且我觉得不是很理想 对我都试过 然后有人说用喝的 喝的盖盖片 为什么没有人做喝的盖片 有啊 那像豆浆啊 啊那个牛奶就是 就是一体的盖片这样子的 那我看过很少了 我找过好像发现过一个 就是化学合成的 呃 一体的盖片 是好像不是很理想 只要你要喝那种东西 干脆喝 豆浆还是牛奶就好了 你要去喝那种化学合成的 一体的盖片 对啊 哈哈 然后下一个问题 走路去运动吗 当然是 可是走路的话 它不会增强机 它只能保持 你走路的话 除非你背很重的了 还是什么的话 走路走路对心肺功能 还有骨骼比较有好处 可是对肌肉的发展的话 没有那么好 最多只能保持一点 下半身的 可是我们一般 亚洲人没有特别去锻炼 上半身的肌肉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我在那个 上半身的肌肉也很重要 所以大家要要要注意一下 然后下一个问题 如果吃盖片以后 防止他的 deposit play会造成血管 钙化 对 那本来都没有这个问题 后来人家发现 有一些文章在报纸上说 哦 你要吃太多钙片 会造成血管钙化 所以一大堆病人都不吃钙片 这样也不行 适当的摄取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要吃一些钙片 因为我们我们华人 华人 钙片 钙片的摄取 钙质的摄取不足 一般是不足 所以你不吃的话 绝对不行 就在男生也是 像我这么多年 每天都吃一片钙片 因为我没有吃那些 额牛奶 那些东西的 我就吃钙片 非常重要 我觉得 除非你有特别的 身体的状况 有些人 特别会 节食 肾节食 节食什么的话 那可能要跟医生商量 一般人的话 自缺钙 绝对不会过剩 而且 钙血管钙化是有其他的因素 是因为发炎 是因为慢性身体 慢性发炎 什么什么 才造成他钙化 不是说因为吃钙片就钙化 这样子 所以大家要 搞清楚 这样子 对 然后 下一个问题 我刚才讲过 那个美根的日本的钙片 其实上网就有了 亚马逊就有在卖 然后美根他自己好像在 一些超市 就像99超市 好像以前有那些专卖店 可是现在好像不知道 关门还是怎样 可是网上订购可以订得到的 有知道什么名字吗 可以讲吗 什么名字 什么brand吗 有没有特别的 对啊 有啊 我等一下会email给你 OK 再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找 当然可能有其他的品牌 可是我们用这个品牌 用很久了 觉得还不错 品质是比较贵一点 对 嗯 好 谢谢谢谢 我看到现在的问题 张医师一个一个都帮大家回答了 那我们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 因为张医师的时间很宝贵 那也在这个感恩节的前夕 很感谢张医师一路以来对乐活50家的支持 真的张医师只要我一通电话 真的他排除万难都会来跟我们乐活50家的朋友做演讲 我非常非常感谢他 也感谢他给我们这么好的这个资源 给我们这么好的这个想法 非常非常感谢 那有没有朋友不方便打字 想要跟张医师最后打开麦克风问几个问题的 不然我们要请张医师下线咯 因为他还有病人在等 有没有 最后一个机会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请张医师 有人有人举手了 Julia请说 我刚刚好像是听张医生说是 两磅的雅铃是最适合老年人的是吗 就是要confirm一下 看你自己个人怎么样 一般我们聊年长者用轻一点 没关系 然后慢慢加重吧 你一开始用太重怕会受伤 还是不小心掉了以后 还是怎么样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所以一开始用轻一点比较好 比较保守一点 然后慢慢再加重 所以两磅非常适合 谢谢 谢谢 那个张医师刚刚其实有一位在问你的电话 如果说他想要约诊的话 可不可以麻烦您讲一下您诊所的电话 当然可以 一般就是打714-352-5800 714-352-5800 谢谢 好 我已经打在chair room了 714-352-5800 我们几乎每一次张医师来上线 都会有我们的这个上线的朋友 要跟张医师约整 因为张医师真的是有爱心又非常的专业 而且他给我们很多非常实用 就是我们真的日常都会碰到的一些状况 他都帮我们设想到 然后给我们一些解决的答案 今天非常感谢张医师 我们也预祝你感恩节愉快 我们期待在2023年 我们继续努力来把更多的这个保健的知识 来这个宣讲给大家 那我们也期待在1月15号 我们刚刚前面有讲 我们1月15号 乐伙50家有一个庆祝新年的活动 在Saint Gabriel Hilton 您是我们要邀请的嘉宾之一 请您务必来参加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大家 Happy Thanksgiving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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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Amanda 谢谢张医生 谢谢大家 也谢谢Stephanie 谢谢Susan 谢谢Everybody 拜拜